第2074集 门儿的一声 一道蟒牛波爆发 让天雨都炸裂了 日月星辰起摇 几乎全都要坠落了下来 牛魔王出手 他画成了一头黑色的蟒牛 站在绝地外 四体粗壮 如成天之主 他顶天立地 尖头椅上没入云层中 看起来威武磅礴 这是一幅骇人的场面 这样一头巨牛 浑身黑毛如瀑布般垂落 巨大的体型 比所有山岳都庞大于雄浑 云层在其身下 牛背与牛头等 出现在云雾上 看起来震撼莫测 黑云翻腾 讨天而上 牛魔王嘶吼 物碍中一对可怕的毛子 散发着冷漠而无情的光 一双黑色的巨大鸡脚 刺裂苍穹 他低下头 堪比山岭一样大的黑色牛角 捅向神魔藏地 那里万风奇缠 发出震耳的声响 轰隆一声 牛魔王很暴力 展开了强大的攻势 一是想破开这处绝地 他站在外围 以牛角将一片山峰挑了起来 这是一种让人惊悍的可怕场面 一味大圣划出本体 吼碎苍穹 黑雾滔天 以巨角掀起一座又一座的山峰 大道神音轰鸣 一个又一个古符闪烁 出现在每一座山体上 镇压牛魔王 神力潮汐澎湃 山体内血液冲击 如同对付圣灵一般 这些山峰显化大道奥义 出现一个又一个符文 拥有一种弃压万界的威力 让老牛身子聚产 登登登的倒退了出去 嘴角不断堂血 众人悚然 牛魔王并未真正进入绝地 只是在外围以盖世神力出手 就遭到了这样的反噬 若是真正进入腹地 多摆性命威仪 这是太古神魔的道童与奥义 破解不了 前后有两尊大圣出手 都无功而返 让自己的身体出现了一些伤害 前有圣灵 后有牛魔王 都是大圣中的佼佼者 可是都吃了个暗亏 不能破解此地 没有办法深入进去 难怪这么多年来 只有神可以进去 不是没有道理 葬有太古神魔的古地 充满了危机 只要那些传承浮现 足以磨灭大圣级强者 人族护道者七天出列 对诸大圣喊道 诸位愣着做什么 一起出手 破掉此地 抬出神话时代九重古关 镇压神域 不然我等威仪 必将会被一一击破 丢掉性命 远处 一夜凡眸光冷漠 这个老东西也来了 前后多次针对他 最好不要相见 不然老家伙可能毁尸毒手 龙马恶狠狠地说道 这老货最不是东西 偏袒霸王 几次主杀我等 一定要防备 最好能找个机会 先将他干掉 朱大圣一阵骚动 很快平静了下来 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来此就是为了联手 破开神魔藏土 不然也不会露头 唬一声 这么多绝顶人物出手 功向一点 即便是太古神魔的传承 也受到了大震动 那些最前沿的符号 有些暗淡 同一时间 裂开的山体中血水汹涌 巨大的骨头伸展 像是有生命 再慢慢后退 众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山体在爬动 难道神话传说不为虚 真的有这种东西 先化地龙 再化天龙 成为仙灵 这个地方藏有太古神魔 合在一起成为一片可怕绝地 上万种传承 一座山体显化一种古服 代表一则大道 熔炼在一起 经过漫长岁月后 化作地龙 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体 也不是没有可能 一口飞剑腾上高天 石一出现 山河湿色 日月无光 轮动下来 将下方诸多山峰劈裂 大众悠悠 自一味大圣脑后 升起 扩散出漫天的导波 撞向神魔山岭 其微惊天动地 宛若苍苍雨 压落了下来 紫色星沙洒落 布满天空 不断放大 到了最后 每一颗都好比一颗大星 恐怖绝伦 压迫的苍茫大地 都要毁掉了 朱大圣一起出手 绝世霸气 神威灵灵 共同基于遗处 神魔藏地都要沉险了 将很多山峰阵列 要毁掉此地 然而 最为可怕的 不是山体本身 而是其蕴含的大道 这些古服黯淡了 但是经过山腹内血液的浇灌 再次光芒大圣 对抗诸道 要反过来镇压大圣 刀发三千 荣惠一炉 主圣会员 混沌一击 有大圣呼和 让众人打出北原里 荣惠在一起 化为古朴的混沌法则 瓦解此山 毫无疑问 这么多大圣联手 十分恐怖 茫茫无边的 道泽澎湃 各种秩序神殿纵横 交织成为了一片 翻涌的混沌海 上面刻满了符号 都是最可怕的 秩序道泽 伴随着一片 轰鸣声传来 众人的法则 横扫前方 打进了山外中 一片山体碎裂 可并没有灰飞烟灭 这些山体 宛若有生命 化成囚笼 伴随血海 蜿蜒爬行 竟然自动 让出了一条路 果真打进去了 叶凡谋战冷光 密切关注前方 朱大圣联手 果然堪比老神 可出入这片绝地中 即便是太古神魔的 传承与奥义 也难以真正 阻挡他们的脚步 这是一群实力超绝 管绝各大谷域的强者 突然 远处传来莫大的尾压 一张神图出现 携天地神威 发出轰隆声 向下压来 震撼人心 要扫灭朱大圣 这是灵宝天尊 所遗留下来的沙阵徒 被几位神老崔栋 带到了这里 唯能掏天 果然来了 退 牛魔王 圣灵 金蝉 七天等 一个个化成一道道虚影 从原底消失 并未攻进绝地去 选择横渡 虚空顿走了 同一时间 神域遭受了可怕的攻击 朱大圣分成了两批 一批人进攻绝地 要抬出神话时代的九重关 而另一批人 则守在神域外 只要发现阵徒离开 就会强猛攻击 神域想要阻止 域外大圣的行动 将他们铲灭 而诸圣也在关注他们的动向 分兵出动 攻其不备 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 若是要寄阵徒出来 就得有被抄神域老挝的觉悟 在刺目的光滑中 神域大针被打残了 诸多圣山崩坏 死伤惨重 大圣向李冲杀 直奔生命古术而去 鲜血四剑 有绝世殿主陨落 即便神域中有恐怖的法阵 但也难以彻底挡住 大圣适合忍物 联手进攻天都要颤力 他们一路推进 不断的攻克要地 狱外大圣过去是一盘散沙 而今很齐心 除去沙阵图外 没有人可以真正撼动 与格杀他们 神勇不可阻挡 在这一日 神域损失惨重 差点被人彻底占领 生命古术所在的神山 都被打裂了 有大圣几乎杀到了此地 最后时刻 几位神老池 镇图赶回 惊走了朱大圣 守住了神域 生命古术等无恙 自这一日后 神域也不能超然了 心有忌惮 朱大圣联手 任谁都要发毛 追杀出去 必然会被人偷袭后方 不追杀出去 大圣联手 肯定会将那口古官抬来 彼岸的气氛非常紧张 充满了将要大战的火药味 行事一天比一天恶化 神域可能真的要大动荡了 轰隆一声 朱大圣再次联手 第二次攻入绝地 让这里古服重天 一片迷蒙 诸多地龙翻滚 大道奥义澎湃 这让神域众人如坐针毡 又像是被架在火堆上 无奈而又焦虑 想去阻挡 可又怕被人偷袭大后方 不能自保 没有选择了 第一 不惜代价释放不朽神山的信仰之力 守护神域 第二 将阵头寄出去 务必将他们灭杀 阻止他们得到古关 不然我神域为夷 几位神老嘶吼 现在没得选择 不然若是眼睁睁看着大圣 将那口古关抬出来 神域避毁 那座矮山 也就是地位等同须弥山 但实力却远不如的古老神山 在这一日后开始释放不朽光环 信仰之力化成了海洋 将神域淹没 守护古地 而后 神徒飞除 横扫天下所有可疑之人 阻挡诸大圣进攻绝地 要将他们全部割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